嗨 今天最後一個生童感受的mini 如果是未喜歡生童感受的page 麻煩大家幫忙like a like 以及幫忙share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forum的youtube subscribe 差一點就夠一萬了 一夠一萬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到youtube live which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us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現在就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其他聽眾還有問題的話 沒有問題 歡迎你們可以傳出你們的inbox 去生童感受的page 或者我自己女王pam的page 都可以的 我現在就提一提兩個比較similar的問題 我將它combine在一起 告訴大家 一個就是 一個太太 一個嫌妻 他跟我說他跟他先生都開始吃keto diet 即是生童飲食 但沒有澱粉質 他就說他先生很暈很無力 他是一個外科手術醫生 即是一個surgeon 做手術的時候不可以無力的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 好 沒問題 我說你可否大概形容給我聽 例如他多高 多重 以及他的physical state是怎樣 即是說他到底是做很多運動 還是他其實是不太動 還是怎樣 大概是吃了些什麼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聽眾的問題 他就說他很累 我老公很累 沒理由做下手術運 不行的 他就跟我說他先生都挺高的 6尺1 160磅 一個星期都做多少運動 可能會有兩次水 一點都不肥的 如果他不吃澱粉質的話 他就會覺得很累 然後我就說 那你平時給他吃什麼 他告訴他一天大概吃什麼 他就說早餐吃一隻牛油果 四隻雜蛋 然後是bullet proof coffee 一杯 午餐就是牛扒加菜 午餐就是牛扒6盎司加菜 中間snack就是花生醬 Wallet叉圖 還有一個甜椒仔 然後游泳之前就吃麵包 我看到這裡就是bread 這樣睜開眼睛 然後他就說 如果他不吃麵包 他就沒辦法去訓練 我就說 好了 我看到他吃了什麼 我還沒進去結論之前 我就問他 我就說 你先用多少油 他就說 我用橄欖油炒菜 然後吃的時候 就加一兩個茶匙 然後每天 就多給他兩茶匙椰子油 我聽完之後 我就說 我明白了 那我就說 一個comment 那個comment就是 首先你開始生酮飲食之前 第一 我一直都叫你們 要做功課 要做功課 就是聽我的節目 是一個功課 另外就是 我provide了很多的link 給大家的 那些link是我自己看了 我覺得是solid legit 即是 資訊內容上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很多其實 是managed by醫生的 我提高那些list 那些link 就不是說 隨便 一個人 這樣 然後 可能知道少少就說 這樣 就會穩陣一點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 當然他有個缺點就是 很多都是西餐內主 因為那些 都是可能 美國或者英國那邊的website 那些食物 那些recipes 主要都是西餐 那樣 但其實當你做完功課 你明白了個concept之後 其實不難 把他煮回來做中菜 例如我現在煮給我的cancel patients 是有意大利菜 因為我本身是廚師 我煮了意大利菜 然後會有中菜 因為他們習慣吃中菜 有少少日本菜 還有泰國菜 即是switch來-switch去 甚至有韓燒 那我們switch來-switch去 其實最重要是你先明白這個concept 那concept最重要是甚麼呢 就是你不同的高度 磅數 體脂肪 那你需要的所謂的macros 即是脂肪 蛋白質 都會不同的 那我們說 還有一個你講漏了 是碳水化合物 是 但你留意我們說的 碳水化合物 就並不是 麵包 餅乾 粥粉麵飯 doughnuts 那些 我們說的碳水化合物 是來自於蔬菜 因為蔬菜 其實都是count as 碳水化合物的 纖維是屬於碳水化合物的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你每天是要under 20g 如果你想瘦的話 你想很快改善健康 你要under 20g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只不過維持的話 你可以go up to 50g 所以你要很清楚 你到底你的目標是甚麼 如果你說我是要瘦的 那你就要limit 但即使是20g以下也好 你的脂肪是要多少 你的protein要多少 剛才這位聽眾 我看完之後 我的comment就是 第一 他lunch and dinner 都是牛扒 就單一化了 因為其實牛不是不好 是很好的 如果你買到的是grass fat 即是草字牛 因為草字的肉類 裡面 Omega 3和6的比例 是比較好些的 你要記住 如果你比例可以去到1比1的話 就可以好像愛斯基盤 基本上是不會發炎 當你身體不發炎的時候 不會出現甚麼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還有cancer 因為其實這些chronic diseases 都是跟發炎有關的 那甚麼會令到身體發炎呢 就是糖分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cancer 或者是腦退化症 這些現代人的病的話 其實透過生酮飲食 都會有相當程度的改善 但你要吃得其所 你要對 剛才看到兩餐都是牛扒 第一 牛扒就是草字 第二 牛是否胖的牛 還是你吃的時候 都像以前一樣 會切肥豬肉走 這樣就不行了 你要保持肥 吃完肥 OK 還有 咦 居然吃麵包 你記住我所說的 其實我們的身體 本身是一個hybrid 是雙引擎的 它可以用糖 它亦都可以用脂肪 其實 by default 我們應該用脂肪 因為我們身體裏面很多脂肪 例如這些 都是脂肪 你身體其實很想用脂肪 但你不斷地塞糖 塞糖給它 它就沒有辦法 去用到這些reserve 但其實這些全部 是幫你捱到 整個月不吃東西 只要有水 你都不會死 因為脂肪裏面 是有維他命的 你的骨頭裏面 是有礦物質的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 Professor Thomas Sivrid 他是一直 對於癌症病人 他是 suggests 他們go on water fast 就是靠喝水 做一個斷食 就是令你的身體 進入一個大清洗 這個叫autophagy 我會在接下來一集 星期日 最後一集 講癌症的時候 我會講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是你身體 自我復原 自我修復的機制 很可惜當你不斷地 吃糖的時候 這個東西 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OK 然後 他剛才那個飲食 我看到 第一 如果你還在吃麵包 那你是沒有辦法 進入ketosis 就是生酮狀態 你必須要斷 完全的斷糖 不是只是甜品 是所有能夠 在身體裏面 煮成糖 都要斷絕 OK 我就說不行 我老公覺得很累 累的原因 是因為 1-2茶匙的橄欖油 和2茶匙的椰子油 對於一個183cm 即是6尺1吋 滿身肌肉的 一個很健碩的男子來說 他是需要的 脂肪可以 up to 200g 一日 即是一塊牛油 不是茶匙 What is running low is not sugar is fat 你要記住 你生酮之後 你平時那碟的 譬如粟米斑腩飯 可以吃斑腩 不是炸過的 OK 然後粟米不行 因為基因改造 加起來太多糖 而且那碟飯 就變成深綠色蔬菜了 譬如你出去吃一個雜扒餐 是OK的 但你就要 不是蔬菜 只是蔬菜 西蘭花 不要薯仔 OK 譬如紅蘿蔔 少許是可以的 多就不行了 OK 然後你就需要淋油 Hey go go frantic on it You don't put a lot on it 譬如你丟湯羹 我們說是三四五湯羹 當你increase它的湯羹的油的時候 是好的油 不是trans fat 記住 Ketogenic diet is all about eating raw and not only raw I mean sorry Let me rephrase Ketogenic diet is about eating whole foods 整全的食物 不是artificial 人工的食物 是整全的 到底獻是否健康 當然是不健康 獻是沒有必要的 對食物來說 除了令它濃稠 像漿糊一樣之外 其實獻是沒有必要的 OK 這些就是不需要的食物 我們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例如我後面放這些 三文魚 天然草製的牛肉 肥豬腩都沒有問題 吃蛋 Eat real food Real whole foods OK 所以我給了一個提示 給這位聽眾 就說 你馬上買MCT oil MCT就是中鏈脂肪酸 它就是 instant energy OK 因為不需要透過你的肝 和分泌膽汁 然後分泌 再加上一個酵素 叫lapace 不需要經過這種周轉 直接你的身體就可以用中鏈脂肪酸 就是 instant energy 我跟他說 你先生進去開刀之前 因為你開刀 喂大哥 真是不開玩笑 可以十個八個小時 可以十幾二十個小時 我就說你準備一些fat bombs fat bombs 你想Google 你一打fat脂肪 FAT Bomb 炸彈 BOMB 然後就會出很多不同的 recipe 這些fat bombs 就像一顆 麥蹄沙也好 金沙也好 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一般可能會用這個 花生醬 用MCT oil 椰子油 椰子油 還有stevia 就是甜菊葉等等 去調味 很好吃 好像糖果一樣 你吃了之後 你就會有很多的 energy OK 但是 我想告訴你 很快就不需要的了 當你進入了生酮 記住 你要切除全部的糖分 即是剛才 這位聽眾說 他先生會把麵包放進去 那些是不行的 當你完全斷糖 switch over 又不再用糖 用脂肪作為原料之後 其實你大概四至六個星期 有些人快 可能兩個星期 師傅你身體裡 糖的reserve有多少 你最開始變成 叫做keto adapted 即是叫做fat adapted 就是你身體已經全面適應 可以用你體內 現存的脂肪 其實我也有少少肌肉 OK 少少 就用那些脂肪 來在能源 這個時候 好像我 我經常都說 其實我是可以 一天 OK 二十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 甚至二十四個小時 不吃東西 我都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看得出 我大量的脂肪 對吧 所以現在其實 過程就是 你是未適應到 你未能夠全面 調轉 將糖變成 secondary 輔助式 而脂肪作為 majority 作為 primary energy fuel OK 所以 用mct oil 用coconut oil 做fat bombs 吃多些肥膩 雞肉 連皮吃 記住 hormone free 草治牛肉 連肥高 吃越肥越好 OK increase your fat consumption 我們在說一個 六呎一 滿身肌肉 可以去到 一餐四湯羹 五湯羹都可以 我寧願你 go overboard 多了 好過少了 多了你會多些 energy 如果你覺得太多 你減少一點 是沒問題 因為你身體會飽 你這麼多脂肪 其實你會很扭 OK 好嗎 另一個很累的原因 就是另外一個聽眾留言 其實她那個情況 就是她妹妹 她妹妹有吃的 我問她 我問她 你有沒有吃電解質 她說有的 我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most probably 就是你的脂肪不夠了 同樣都是增加脂肪 OK 很簡單 Give it a try It's definitely worth trying 因為今天 拍了三條的 叫做生酮感受 mini 第一條就是 到底生酮飲食 這個模式 是不是健康 我就已經說了 就說其實 人類這麼多年來 OK 整萬年來的進化過程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狀態 都是肌 都是餓的 都是捱餓的 所以身體師會 自然地進化到 有一個機能 是能夠 用脂肪作為能源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我會餓死 OK 不用擔心 只不過你記住 電解質必須要補充 還有令到好的脂肪 椰子油 草治牛油 MCTOil 橄欖油 這些好的油脂的吸收 是要提高 OK 當你提高了 覺得太多 你可以減低 但太少的話 你會累 電解質不夠 你都會累 希望這三條片幫到你們 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是那一句 可以留言 在生童感受的page inbox給我 或者女王PAM inbox給我 如果未like 生童感受的page 麻煩你們like a like 未subscribe YouTube 請你們subscribe OK 有什麼問題隨時 send message給我 thank you 再見